第8集 這麼多人換錢?到底什麼事呢? 大家都留意到,是經過賭場門口時 都被人追著問 腕鞠魚嗎?腕鞠魚嗎? 那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你放港币吧? 我們在放菲律高點 你放多少了? 菲律菲律高點 五千塊你有沒有比我拿? 五千塊港币可以 哦!原來匯率漂亮 但什麼匯率先 這個菲律最11級了 現在給你換碼 你看這是港币 現在給你換碼 蛤? 講不夠幾分鐘又要我換錢? 不夠現金怎麼辦啊? 就說微信是850 微信支付都可以 好,繼續 為什麼人有人來搭山? 我看多少 你高點會 你高點會 那邊是1.17 那邊是1.19 好像1.19 再向前看一看 這麼高? 原來1300 有3高 你8千塊給我換1萬 不要說這麼多 先點門 走上面去穿 這個就保了 上面去穿安全的 對啊 你身體貨物 他保護住我們 你們是不要去穿安全的 把我們趕出去 嘩! 要跟你就這樣買錢 匯率是不是真的值得 等你上網查一下 問回當日 銀行匯率的價格 發現當日 人民幣換港幣的匯率 原來是1.23 即如果同樣 以1萬元人民幣去兌換 在換錢黨那邊 最多只可以換到 12000元港幣 但如果從銀行方面去換 可以換到12300元 那即是銀行划算了 找笨 而且他們又偷偷摸摸 聲稱自己 是合法換錢 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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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以正見的 但是就是 你做事不自行 不管我們看見 等於就是不管 我們看見 我們就一次玩 我跟你們玩 你過來玩的 又不低又鬼數 又說自己合法 等我下一節問一下 施勁是不是真的